说起张艺谋1950年4月2日出生于陕西西安 中国电影导演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 美国博士顿大学耶鲁大学荣誉博士 1968至1971年初中毕业后 在陕西前现农村插队楼栋 1971至1978年在陕西 咸阳市棉坊八厂当工人 1978年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 1982年毕业后分配的广西电影制片厂 1984年在电影一个和八个主 首次担任摄影师或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师奖 1986年主演第一部电影《老景》夺三作影 1987年直到的第一部电影《红高亮》 或中国首个国际电影节金雄奖 从此开始实现他电影创作的三部曲 由摄影师走向演员 最后走向导演生涯 1987年至1999年执导的《红高亮》 军斗大红灯笼高高挂 秋曲打官司 活住一个都不能少 《我的附近母亲》等影片 令其在国内外屡获电影奖项 并三次提名奥斯卡 和五次提名金球奖 2002年后转型指导的商业片英雄 十叶埋伏 满城近代黄金甲 及金灵十三拆 两次刷新中国电影票房记录 四次夺得年度华语片票房冠军 曾任第十八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和第六十四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和闭幕式总导演 获得2008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和央视主办的感动中国时大人物 并提名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2013年指导电影归来 2014年担任北京申办 2022年冬奥会主宣传片总导演 2015年筹拍好莱坞电影长城 2016年担任中国杭州G20峰会文艺演出总导演 2017年指导影算得上是全能一等一的大导演了 作为商业导演 几乎没有一个投资人不喜欢 作为一个优秀的导演也捧红了无数女星 很多优秀女星都是因为参与了张艺谋的电影之后 才走上了星光大道 比如说龚丽张子怡 所以某女郎算得上是品牌标志 对于张艺谋本人来讲 如果能看上哪个姑娘或者请她去演 确实是一种快速成名的办法 也是对她品牌的保证 更加是投资人和票房的象征 当然有一个人却不这么想 那就是我们的奶茶妹妹张泽天 其实当时在几年前 张泽天由于自己的长相太过于青春 包括自己考上清华大学的时候 光芒四射几乎让娱乐圈都轰动了一下 而张艺谋据说也找张泽天谈过 保证她在几年之内能够快速窜红 一般来讲很少有一人能够拒绝这样的诱惑 而张泽天拒绝了这样的诱惑 还连续拒绝了三次 张泽天为什么敢谈而皇之拒绝 张艺谋的邀请那就是她的家里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薄 她的父亲叫做张艺后 是南京母投资集团的集团总裁 管理上万人 身家早也过亿 而她本人形式非常低调 不承认是公众人士 教育自己的孩子 从小要低调 她的母亲也是颜值非常高的 这才有了张泽天 无论颜值还是学历都是一等一的 之后张泽天评级自己再优秀 也获得了跟刘强东的爱情 两个人在一起算是相得一张 虽然说在当时有一个段子条坎说 只要你不好好努力 你的女儿就会被同龄人娶走 只要你好好努力 你就能娶到同龄人的女儿 直接比较流行的梗 但是不得不说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京东的曝光度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 当然对于张泽天本人来讲 也被评为了2017年青年 女富豪榜的前几位就向网友调课